接下来我们来看1100是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先讲的是项目的风险类型 那什么是风险啊 风险就是我们省市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炒股有风险 为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赔还是赚 那针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风险呢 就是指可能出现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因素了 那我们通过什么来评价风险的大小呢 是用风险量来反映那风险的大小 那风险量呢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风险所造成的这个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损失程度 另外就是损失发生的代理了 在这里大家先将风险量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个是损失程度一个是代理 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这个风险等级是如何划分的 刚刚讲了我们这个风险的风险量 就风险的大小呢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损失程度一个是损失发生的代理 所以针对损失发生的代理呢 我们用发生的代理极小中等和很大 划分于三种情况 而再来看风险所造成的后果 也就是说造成的损失程度呢 我们也可以划分为轻度损失 中度损失和重大损失 那比如说这块 这个方块 它遭应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造成的损失呢 也是轻度损失 就代理也是最小的 损失也是最小的 那针对这种情况 它的风险等级 我们给它定义为一级 那看看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呢 是可能性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都是极小的 但是损失呢 由轻度损失变成中度损失了 风险等级在1的基础之上 再加1就变成2级风险了 那再往这边来看 当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依然是极小的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 就是重大损失 那这种情况下风险的等级就是三级 那我们再来看水平呢 看完了再来看数项的 那数项呢 比如说对于这个风险发生的 所造成的后果都是轻度损失 那概率极小的情况下 风险等级是1 那概率如果是中等呢 那风险等级就是2了 那概率是很大呢 风险等级呢就是3 那这样比如说我们再来看第二行哈 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都是中等 轻度减失是2级 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中等 中度损失呢 这就是3级 这就是4级 那同样当可能性很大的时候 随着损失程度的严重性的增加 我们风险等级也是在加大的 所以我们就将风险等级通过这个表格划分完了 那划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风险等级最大级是几级啊 就是5级 然后其次是4级 3级 2级和1级 我们通过5条对角线就把风险划分为5个级别了 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针对着风险等级的评估考试 有一种出题形式在题目当中会说那我们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小中还大造成的损失是轻度中度还重大 那会给出风险的可能性和发生之后造成的后果让我们来判断风险等级 所以大家如何绘制呢 我们找一个小技巧 大家就可以画出这样的9个格 然后呢 在最下面的这里呢 就是可能性由小到大 然后在铁平方向 那后果呢 也是由轻到重 那这样在 左下角就是最小的 然后我们按照对角线来绘制 就是一级二级 然后这样就是三级 然后这样就四级 这就是五级了 这样来进行划分 刚刚是通过表格的形式来统计五级风险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通过坐标轴 那在坐标轴呢 比如说在这个风险地区 那想一想这个时候的风险等级的几级呀 那在这个区域呢 带率是最小的 就可能就是最小的 造成的损失程度也是最小的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 风险等级就是一级 而在这个风险 区A大家会发现 那如果发生风险的损失量是最大的 那这个区域的带率也是最大的 所以在这个区域的风险等级就是五级 那比如说 那风险等级A 我们往风险区C这方面发展是 带率是不变的 但是损失量是在减少的 对不对 所以那在风险区C的风险呢 就是三种风险 而对应的B也一样 B区呢 我们来看那风险 由风险区A到风险区B的变化是损失量是不变的 但是带率是在减少的 所以风险等级由五等变成了三等 而在接近远点的这个区域呢 风险等级是最小的就是一等风险了 这个图大家要记下来 考试的题目呢 可能给出ABCB这四个风险区域 让大家来判断风险等级的大小 那在这个图当中 实现的只是一三五 这三等风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这个考题哈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租赛 那我们17年的考题呢 那这呢还是已经六年的规范 现在我给你新票材改造 按照17年的这个条文 那我们风险等级要划分 下图当中的风险区A的风险等级 A在哪里 A在这里呢 风险区A我们来看 那针对这个风险的概率是最大的 损失量也是最大的 所以风险等级也是最大的 风险等级分为五等 最大的就是五级了 所以正对答案选的是第一权项 那这是几等风险 这是三等风险 这也是三等风险 这是一等风险 再来看这道题目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条额当中风险等级的评估表 如果某个风险事件 将对造成中度的损失 却发现的可能性很大 那问大家风险等级 那这道题该如何做呢 我们画一个表格哈 那这个表格呢 我们给它划分为九块 那针对这面 就是风险 所发生的概率 那就是小 中 大 那造成损失程度呢 就是轻度 就是 中度损失 那就是重大损失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句条件说了 它就造成中度损失在这里 可能性很大 那我们来看两者的焦点 就在这个区域 对不对 那这个区域是几等风险呀 那我们讲的 这里呢 是 五等风险 这里呢 是 四等风险 这里呢 这条线所在的区域 一 二 三 是三等风险 那这是二等风险 二等风险 这一等风险 那我们不要提前几啊 选择是P选项 风险等级是 四级 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内容是 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类型 那风险类型呢 有的四类风险 组织风险 经济与管理风险 工程环境风险 还有技术风险 那从硬实的角度 也是要求大家能判断 组织风险有哪些 那什么是经济与管理风险 我们先不看具体内容 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 大家分析一下 想想哪些是属于组织风险呢 那是由组织因素 然后产生的风险 比如说 那与组织 与能力 与职能 与流程有关的 对不对 那经济风险 就与钱有关 那管理风险 我们通过管理手段 会制定各种计划 那与这计划有关的 就是管理风险了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刚这样分析的思路 对不对呢 首先来看组织风险 包括组织结构模式 工作流程组织 用分工和管理机能分工 各方人员构成资历 经验和能力 那这些产生的风险呢 就都归到组织风险了 是不是也是与人员能力 组织分工有关的呀 再来看 经济与管理风险 那这个风险包括两个方面 将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 放在一起了 那经济风险就是与钱有关的 来看这里 从关未关经济情况 资金供应条件 那这些都是以前有关 就归到经济风险 那与合同有关的 就归到管理风险 另外我们通过管理手段 那去制定各种措施和计划 所以看做这个计划 人生安全控制计划 信息安全控制计划 这些计划都是属于管理风险 另外这个单独指一下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提及数量 这个我们也通过管理手段 可以布置可以安排到 所以也是属于管理风险 那再来看 第三个是环境风险 工程环境风险呢 比如自然灾害啊 然后水源啊 期限啊 那这些都属于自然环境 很容易归为工程环境风险 大家单独指最后一项就行了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这个是属于工程环境风险 那技术风险呢 与勘察设计施工方案物资机械有关的 就归到技术风险当中了 来看14年的考译 大力建设工程项目风险当中 属于组织风险呢 有 A 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计划两个字结尾 是属于经济与管理风险 工作流程组织 这属于组织风险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这属于工程环境风险 那任务分工和管理机能分工 组织风险 E是设计人员和监理工程师的能力 能力也是属于组织风险 再来看06和13年考察的都是技术风险 建设工程项目风险可分为组织风险 经济与管理风险 工程环境风险和技术风险等 在下列风险因素中属于技术风险 我们是A 事故防犯计划 看到计划是属于经济与管理风险 B 现场防火设施 大家知道我们施工现场应该做好防火的措施 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对不对 所以针对现场防火设施 也是属于经济与管理风险 再来看工程设计文件 设计是属于技术风险 那一般技工的能力是属于组织风险 所以这边要提醒的心理想 接下来我们来讲1102 是项目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首先大家要掌握流程 另外还要知道每个流程 包含哪些工作内容 风险管理 那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有哪些风险 对不对 最第一步是风险识别 那知道有哪些风险 接下来我们应该对这些风险经评 看看哪些是风险等级高的 我们要针对这些风险采取应对的措施 所以第二步就是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了 然后确定了风险的等级之后 我们要制定风险响应 要有制定风险对策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是风险控制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掌握的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识别评估响应和风险控制 那我们再来看风险识别包括什么 风险识别刚刚说了 我们就是发现有哪些风险 对不对 那第一步要收集信息 然后确定风险因素 然后针对这些风险因素呢 我们来编制项目风险识别报告 在报告当中要体现都识别出了哪些风险 那风险识别出来了 形成报告之后 我们要对报告当中的这些风险去分析 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 那分分析风险的损失量 因为我们确定风险等级 要收集这两个因素对不对 一是概率一是损失量 那这两个分析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确定各种风险的风险量和风险等级了 那风险等级确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风险 那发生的概率高造成的显示严重 我们要重点去解决这些风险 对不对 所以第三步是风险响应 风险响应呢 就是通过制定风险对策 那来控制风险或中断风险 或者减少风险 那风险对策呢 包括规避 比如说我知道做这件事呢 风险非常非常大 那只赔不赚 那我那想我还做吗 我就不做了 所以这种规定呢是属于中断风险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风险对策呢 是指风险减轻 风险减轻啊 是我们事先已经分析出有哪些风险因素了 我们根据这些风险因素呢 制定好一些措施来减少风险 控制风险 这个就是风险减轻 然后第三个对策是风险滞留 风险滞留呢 比如说对项目建立风险基金呀 或者说去解决这些风险 比如通过风险转移 或者其他方式去解决这些风险的花费 会比我自身承受这些风险的损失还要大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选择风险自留的方式 然后比如说风险转移 比如说某承包商 针对这专业工程 他不擅长 那对于他来说 这种风险就比较大 他可以将这个工程转包给 分包给 将具有专业能力的分包公司来做 那对于他来说呢 可以降低风险 对于这个专业承包专业来说呢 也是有利可逐的 对这种就属于风险转移的对策了 那这样我们就了解了风险对策 包括规避减轻自留转移 或者是这四种对策的一个组合 关于这个要点 我们在教材第四章还会讲解到 那针对这里大家要知道 我们投保 投保啊 是属于这些风险对策当中的风险转移 我们通过购买保险 如果发生了一些风险造成损失 保险公司会理赔 就将这个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了 那风险控制呢 就是预测风险进行监控预警 下面我们还要了解一个是 针对这里面的风险对策 那针对风险对策 我们一定要形成风险管理计划 那风险管理计划都包括什么呢 那在管理风险管理计划当中啊 我们要有风险管理的目标 要有风险管理的范围 还应该有我们进行风险管理 想什么样的方法 想什么样的工具 数据来源于哪里 还有风险分类 还有风险排序的要求 因为我们要进行风险管理 也应该是有轻重缓急的 对不对 所以要进行风险分类和排序 那风险管理的职责权限 风险登踪的要求 还有相应资源的预算 那我们要并定风险管理呢 可能要有相应的花费嘛 这还有预算 以上就是风险管理计划 包含的内容 那去年考试考到了 但这个点呢 即使大家不会 那掌握了风险管理的流程 所包含的内容呢 也可以将干扰状排出来 那下面我们就来做几个题目哈 再来看16年的这个题目 下列项目风险管理工作当中 属于风险响应的是 A 收集与项目风险有关的信息 这属于什么 属于风险识别 对不对 再来看B 监控可能发生的风险 并提出预警 那这是风险控制 C 是确定各种风险的风险量 和风险等级 这属于风险评估 那第一项保险公司投保 难以控制的风险呢 就将风险转移 保险公司啊 就属于风险响应 风险响应当中 风险响应对策当中的 风险转移了 再来看这个单选题 项目风险管理过程 包括项目风险响应 项目风险评估 项目风险识别 还有项目风险控制 正确的流程 那我们要想进行风险控制 首先我要知道有哪些风险啊 那风险有很多 有大有小 最第一步呢 识别出风险之后 第二步 你要对风险进行提估 来知道这风险发生的 在率和损失量 那确定风险等级之后 我们再制定风险响应 所以那321最后一个 写风险的控制 那正确排序 3214选哪个呀 答案选择的是 第一选项 接下来来看09年的这道题目 下列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工作当中 属于风险识别阶段的工作是 识别 就是认识这些风险 分析各种风险的选择量 比如说概率 比如说选择量 都要拿数据来阐述这风险等级的 那最应的 是属于风险管理流程当中的评估 评估嘛 我们应该拿有相应的一个数据 所以数据通过什么获得呢 比如说概率 比如说选择量 所以这应该是风险评估 对于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 也是属于风险评估 C确定风险因素 这个是属于风险识别了 答案就选C 那B对风险之一监控 有监控有控制的控制 是属于风险控制 接下来就来看17年这道题目 问大家风险管理计划应包括什么 A风险分类和风险排序的要求 我们要想进行风险管理 肯定要知道哪类风险等级高 哪类风险等级低 这个要包括 那我们进行风险管理 要有风险管理的方法和工具啊 所以这个也是风险管理计划要包括的 那风险管理计划是管理流程当中 风险响应 那我们要确定风险管理计划 对不对 所以它是属于风险响应所包含的内容 那来看C 确定风险因素 就属于风险识别这个流程 我们要确定风险因素 那分析各种风险省视量呢 那这个是属于风险评估阶段 一个是确定概率 一个是省视量 那一收集风险信息 那收集风险信息和确定风险因素 都属于风险识别包括的内容了 显然不属于风险响应当中 风险管理计划要包括的 所以CDE都可以排除掉的 只要弄清楚风险管理计划 这风险响应当中要包括的 就可以把CDE排除掉了 因为这两个属于风险识别 这是属于风险评估 答案点A B两个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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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